大家好,我是五仔,他是Ivan,哈啰 經濟學家Ivan,他們的書都賣得七七八八 都有幾本,還有幾本,是未來會加印的 多謝Ivan將他的心血寫到這個著作裡面 大家跟我們投資就不得了 因為Ivan,如果你們有追開我們的節目 你就看到他之前很肯定的貼中了Bitcoin他會有什麼問題 吃下去,印度神童也說Bitcoin一無所有 還有一個叫做末日博士,他說Bitcoin本身是沒有價值的 但是在幾個人當中,印度神童那些好像是吹水 幾顆星連結,然後就什麼弊,一無所有的那些就拜拜 末日博士說的那個都好像是似層層 他說他本身沒有價值,他又不是金,他不可以做裝飾 他沒有一個實際的價值在這裡 但是竟然被你貼中了,Ivan說的那個說法是最準確的 他說Bitcoin跌,原因是因為一些政府會禁制Bitcoin不讓他交易 剛剛有一個新聞說印度那邊是禁止的 這個虛擬貨幣比特幣,24小時內就錯了接近一成 這個新聞就是你告訴我,而那個概念也是你告訴我 為什麼你這麼聰明你可以看得到的呢? 我其實也不要說看不看得到的 根本上你見到他其實上六萬多的那一刻都很辛苦 很辛苦? 對,上六萬多的那一刻,然後下回來 其實很快就插了下來,你見到他浮沉沉 現在還是五萬五左右 其實你見到很多網站關了,不讓人交易 你也見到有些跡象,真的想抵制他的勢力也不小 確實是的,所以其實你是越來越解僱他的稀有性 當然,世界上有這麼多台電腦,大家就不會失去這件事 我都說他不會失去這件事 但是是不是往上天開說要變一百萬一粒呢? 不是說不會,可能十年二十年後可能會 但是短期真的很難,我覺得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而且他現在有阻力的嘛 而且上次我們一向說,你預計了10-20%波幅就一定的了 一定是吧,這段時間 我只會覺得將來只會的波幅會更加大 20-30% 其實很多人投資,他們沒有計算到那個波幅 即是標準差 你看到我來自行指,其實標準差也沒有買過股那麼厲害 所以我們經常叫大家,你不要只買某幾隻股票 不是一男子,起碼十五、二十隻你才能攤分到 你的標準差會比較小 但是當然不是小到一個位置,就是連升也不升 你看到盈富基金,200那些,真的不是怎麼動的 這五年十年是橫行的 其實他是派息的,但是你的資產增值的能力是弱一點 那Bitcoin那些呢,我覺得只有一個炒的 只有一個炒的? 是的,你買得了,你就只贊只蝕,這些位置一定都會設定 這樣看,你說印度那邊就現在禁止了 你猜中國因為跟印度是盟友 那會不會中國,因為一開始你看到那個勢 就是因為中國有幾個網站給他搞 接下來可能中國會全面禁止 不奇啊,他都怕人會走資 嘩,那這個市場就糟糕了 其實是知道的,根本上你也知道 有些人是用這些方法來走資的 方便,又不用拿著什麼東西 拿個密碼或者記得一個密碼就可以了 那中國不行的時候 其實香港也一定不行的 其實是全世界的,同一個價 我知道,因為印度那邊不行 現在中國有幾個網站就禁止了 如果中國全面流通的時候 香港應該都是會跟中國的 不出奇的,當然啦 暫時不會這樣搞什麼的 因為都怕影響了香港的金融穩定 香港的金融穩定是因為法規、法例、條例這些 暫時都還很... 要做一國兩制 對,暫時還是非常穩健 你又有衍生工具 所以金融買賣都可以做到 香港就不用怕,但中國可能也有機會 是的,也不奇怪的 在內地就真的很難找 除非那些人是... 其實呢,經常炒了一些東西 大陸那些消息或者那些數字 都不知道是不是假的 整個假就真的 對呀,是比特幣來的 對呀,好像你上次給我看的 是不是一個叫什麼幣? 螞蟻幣? 螞蟻幣,名字都說不到 真的 就像是螞蟻金服 馬雲就出來澄清說沒有這些東西 對呀,那些人都會做這些東西 其實... 騙人 騙人 不要說騙人 意思是想吸引那些人 有些可能真的是真的 是 他真的有些密碼給你解釋 是 但是其實去到尾 他有沒有價值呢? 我們上次都說過了 一向都說過了 你覺得那件事值就等於值 不用喝那些水 你覺得值就值 對不對? A.H.Jeson和你喝又不同價錢 是不是? 你舔過又不同 所以真的 你覺得值和不值是差很多 所以他就黏著馬雲的名字 是,有很多的 其實這幾個月 有一個叫SPAC的東西 類似是空頭公司 或是私募基金的公司 是 他是專門集資一堆的錢 是 他裡面什麼都沒有 可能只有幾百萬 一千萬 是 他就是夠上市就可以了 你見到今期的Imani 封面都是這些 說這些 幾百萬就夠上市了嗎? 是啊 外國可能有些門檻低一點 我們不如上市吧 這個節目 哈哈哈哈 其實香港也不是很貴的 是 總之你集夠這麼多錢 過多個審批就可以了 很帥啊 上市 外國有些事情更加容易 OCT的市場更加容易 你一上市 你知道可以先升 他本身不需要什麼 李嘉誠的兒子 投資 或者誰投資 對個名字出來 可能沒有實業 總之我集夠不錢 到時我會買一大堆很棒的東西 對 到時我會說 投資很多間這些初創企業 總之全部是幣幣幣幣幣 總之他掘到發財 不用理你 他沒有實業 總之你先投錢進來 他未必是騙人 他是走法律 他沒有實業 但他不代表他將來沒有實業 他有一間空白支票的公司 所以他就叫SPAC 剛才說到印度禁Bitcoin 中國有機會 其實如果中國禁 因為現在中美那個 好像都沒有緩和 特朗普落台之後 依然是兩邊唇槍洩劍 又說吵架 吹水吹到整個YouTube熱門 十幾二十條都是中美吵架 究竟美國會不會支持 如果中國不支持那件事的話 Bitcoin其實要好看政府 有多依靠那件事 我想Bitcoin暫時都不是一個 很供應的貨幣 還不是很供應 即是不是一個可以交易到的東西 即是如果你有一件事 大家不可以供應用來交易的 它的價值其實都是會發出你的 沒有那麼容易受認同 所以價值會很浮動 其實你要作為一個可以交易的東西 某程度上一定是穩定都很重要 我想到了 譬如一個標譜 譬如是賣努力士的 我一隻努力士一個Bitcoin 就是有價值 你沒有理由走出街 或者明天 不好意思 你拿著那個貨幣 今天買不到一隻努力士 你可能不買到半隻 那你後天回來 你拿著那個東西可以 你可以買兩隻努力士 其實你拿著那個東西 變成你不心安 是 是 其實貨幣的功能 一定是對價值有穩定性的作用 是 要不然你沒有穩定性 是非常難去交易到的 所以這也是貨幣交易的很重要的條件 我想跟你說一下 香港人很多走資 政府跟市民有些金錢的 很多Youtuber都在說這些話題 有時候就說在外國開過銀行 然後就說你把錢放進去 其實現在就想問你這個經濟專家 這些是否穩定的 香港你有個50萬保障 正常 如飛飛鳥都不會用到這個50萬保障 去保護你的財產 正常 其實放在銀行都很安全 任何世界的銀行 即是叫做 委託水埃就說 我覺得他們都有 好像要幾百萬才買到一杯咖啡 每個地方都有保護銀行的法規 基本上越來越嚴重 正常 正常都是越來越安全 大家都會想到這個風險 就是說 其實銀行越來越不賺錢 我不是說它不會擠提那些東西 正常也不會擠提 因為你每間銀行都會有resurface 即是存款準備金 香港叫做存款準備金額 那你那個resurface 即是你每天放一百元 你有九十元 其實借了出去 借了給哪些呢 想買樓那些 想投資那些 想做生意那些 那你有十元其實放在銀行裡面 其實正常來說 你不會突然放一百元 你突然我第二天都會拿出來 正常是不會的 正常是不會的 所以其實它是安全的 問題就是 銀行就靠色差來賺錢 這個色差來賺錢 你現在的投資 你知道環境是一般 尤其做生意的話 是一般 是 變成他們賺錢 你看到好像匯豐也裁了幾萬人 對 經常都說要裁員 經常都說要home office 變成很多office都close down 我最近聽到 有個components的office都close down 即是做法規那些 變成每家銀行 他們的生存空間 賺錢空間就越來越少 你看到剛剛派息 他們派一個離幾兩離而已 所以他們要想方法去賺大錢 那他們有什麼方法呢 經常有人借錢 哈哈哈哈 對 一定會大家經常收到這些 變態的 有騷擾 有一個很垃圾的原因 他給你 小姐要不要借錢 我聽別人說 不用了 很有錢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借一筆錢回來做儲備呢 神經病 真的什麼都會有的 這個世界 但是是不是不需要還四 傻啊 那女兒 對 好像2008年之前 美國的刺案危機 即CDO 其實就是打包一堆 刺案 垃圾的資產 搞得像證券一樣 賣給一些銀行 銀行 給錢 他們就銷售給顧客 其實他們買了一堆垃圾的東西 大家都很賺錢 問題就是 其實根本不值錢的東西 或者那個違約的風險很大 那你一樓市一跌 一大跌 他們沒有預計 即那條數位沒有預計很大跌 一大跌就是 慘了 就是會遇到一些這樣 所以其實現在 都有一些類似是 治安危機的東西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CLO 這一年 是很流行的 就是類似 真的好像那時候雷曼 那種的什麼 但他不是打包什麼 他不是打包樓案 你按揭還有一層樓 可能有一層樓 你也有個尊 有個什麼都保值 是不是 他不是 現在好像這一年 你畢業蕭條 很多公司都賺不到錢 那怎麼辦呢 第二要賺錢 借錢周轉 那很多公司 他就打包成一些資產 或者一些債券 放在市場上 被人賣 那些銀行就 喂 我不借錢給這些 這些公司的 原來有中介公司 肯做些事情 變成了信託 是 將這些 你有一大堆公司 好像分散了風險 一大堆 這些公司都是 借不到錢 但是我在做初創 做一些企業 那樣的 全部集資 變成好像證券化 變成一個信託 那樣 然後銀行就借錢給這些公司 CLO 就是這些 這些公司 很多這些 這一年 所以銀行的風險是大的 如果借錢給這些公司 是啊 我所知就是 好幾家銀行 都借了幾百億 給這些公司 幾百億 我們不要說 幫某些公司買廣告 但是真的 好幾家美國銀行 都有借錢給他們 是啊 是啊 其實都有機會 已經一早已經說 這是另一個企業危機 所以未吹到很大 但是今年也有一間 叫Greenmail 這間公司 也是爆補的 又是 你借不到錢 你做生意借不到錢 行了 來我到 我打包了這麼多公司 我銀行借 這樣 我就承擔 哦 就變成信託 真的承擔了這些風險 合約形式 喂 銀行你借錢給我 我放貸給他 很安全的 包裝到我不是CC級 我還是BB級 是 一BB級 他就可以借到錢 不是垃圾債券 其實我不太明白 不過我想有些網友都明白 是的 我覺得你說的 刺漢泥機 接下來應該會發生 會的 有機會的 再次放下語言 是的 暫時就是萌生階段 泡沫還是可以消除 但也遲早 但是遲早真的有 對市場有什麼影響 泡沫爆製 最近大跌就是一樣 尤其是Lasdaq的大跌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最近債息升得很厲害 尤其是10年期的國庫債券 升得很厲害 升到1.7、1.8 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人們發現原來這些比較穩陣 寧願追求穩陣的東西 相對地覺得 那些東西 我借錢給你 只有那4.5厘 你選擇那1.2厘 其實也不是賺很多 有些吹得很厲害 這些SPA-C 這些雜資的模式 那些開始變得不吸引 如果你債價跌了一點 那你的債息又上了一點 原來買債也很穩陣 那些人就會把錢賺回 銀行在一個故事上拿出錢 就把債券都放回 其實你看到大家 這段時間短期是有個風險 所以無論這段時間 科技股 電訊股 這些大跌都是有原因 這些就是專家的分析 我們這些初歌 聽完之後 好像當時阿基哥說 賴尿牛丸 我不明白 但聽起來好像很有辦法 這樣的感覺 你看到這段時間穩陣 銀行或者金融 那些股票是好一點的 是 因為那些人反而 拍到一些穩陣的東西 但是一些比較高風險 那些投資類的東西 開始就好像沒有那麼吸引 其實在一個正常化的階段 是 你上年上年真的升得 由低位升上來 很多股票都升得 一倍兩倍三倍 不等 其實你說回到一些很正常 是 但是那些人就覺得 嘩 是死了 女股性有跌了多少 那些 其實很正常的階段 當然了 有性有跌的 其實你不可能說 一男子 一男雞蛋 都放在同一處 之前每個熱衝 只是炒某一隻 或者某一幾樣東西 那我覺得是 比較蠢的 其實這個方法 其實你知道 隨時會搭尋選 那好吧 那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Ivan 多謝